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菲阿菲 今天是9月13號 現在時間是早上9點多 那麼這麼早星期天早上 我們到外景來做什麼呢 今天是WTT Enter the Dragon 04的賽事 阿菲今天要來擔任賽事主持人 可以看到我今天一身的行... 沒錯 穿了一身西裝也很難得 那麼賽事主持一天到底要做什麼事情呢 跟著我一起去瞧瞧吧 呢 呢 呢 啊 啊 對 來給你 選手的教會生路主持人 今天開始介紹場上的狀況 跟主持人做過 好的 今天第二場比賽是 夜宇宙本來的主席 這樣比賽是 由先介紹我們來發展 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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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介紹我們來發展 洛西高海系 在日本26的來自修華台隊 代表我們高雄UJJ NNNN 民眾一本同一館 夏宇宏俊 另外兩個角度就是 我們所謂的衝地獎 如果你擊倒對手 請你去衝地獎 回合30秒 這時候 監督員 經過剛剛的賽前彩排之後 可以稍作休息了 不過賽事馬上就要 等一下就要馬上開始 那麼 今天一整天的比賽 大概從早上11點到晚上的8、9點 差不多10個小時的時間 當然呢 身為一個賽事主持人 我一定要為自己準備一些東西 才不會餓死又累死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 平常在比賽的時候 會準備什麼 好的 第一個 喉糖 喉糖一定會很少 因為中間一定要保護喉嚨 因為今天有50幾場的賽事 沒有這個喉糖 我大概是活不下去 再來呢 因為怕自己剛剛提到說 怕餓死 因為我賽事主持也不能中途跑出去吃東西啊 所以我會幫自己準備一些巧克力之類的東西 再來呢 剛剛講說 因為我要一直平凡的上下樓梯啊 那一定要讓自己放鬆一下 把握時間 我要準備了 沒錯 那如果有看到我們之前去武打明星訓練的那支影片的話 可以看到說 我們那時候使用的是大藍寶 這支呢 可以說是小藍寶 因為它呢 你看攜帶非常方便 只有590克 但是呢 它的功能一點也不少 因為它一分鐘就可以擊打 3500次的這個次數 剛剛有提到嘛 它因為很小一支 其實女生也很適合攜帶 那如果女生朋友 要平常在辦公室啊 可以帶到辦公室去使用 而且最好的是呢 它還有USB 直接就可以做充電 所以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且對女生最好的來講呢 它還有一個專用的 媒體專利的專用按摩頭 那在家裡呢 其實也可以加一些精油啊 就可以去做比較舒緩的一個動作 你也不用大費周章到外面去找按摩師 自己就可以來處理了 那再來呢 其實很方便的是 介面呢也是觸控的 LED 而且它有五段的變速 所以可以說是非常的清楚 非常清楚 而且它有電力的一個顯示 可以讓你掌握現在要充電的狀況 第一次刀到外面做完 那些三次刀到外面做了 還有最終的比賽 同學們的大陸隊 早日後期第一 難得的瑞 再次回到大家的面前 經濟為英雄的影響 導致全世界各大賽事有受到的影響 或是今天我們可以繼續 打算計算精采的賽事 會說的是Danny Strong的新聞 好的 廢話說 我們今天的賽事正式開始 所以歡迎第一場賽事的選手進場 我們首先介紹 來到教過世界各大賽事 我們年齡27歲 來自中華台北 沈羽函 接下來介紹 我們從過去世界各大賽事 我們年齡23歲 來自中華台北 王維 我們看 這是尊敬的第一名 來自中華台北 王維 選擇 比賽結果 我們在第二回合的17秒 一題天空 請到 我們身體是同胞 沈 佑 雪 好多 上半場的賽事已經告一段落了 那順利結束 接下來呢 現在是中場休息的時間 那希望接下來下半場 再次還是可以很順利的來進行 那麼就跟著我一起看下去喔 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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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目前進行到第38場 目前現在是晚上7點多 看樣子今天打完57場 應該要破紀錄的晚了 那明天還要上班 台北體育館進行賽事 排起所有的選手 到時候再回到這個場館 明年見 好的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10點半 經過了11個小時漫長的一個賽事 WTD Ender Dragon 04 今天終於是告一段落了 那麼今天也是順利達成這個任務 那也讓大家看一下 一日的賽事主持人 大概是過了什麼樣的生活 那麼明年呢 WTD Ender Dragon 05的賽事 將會再次回到這個台北體育館這個場館 那麼請各位有興趣的朋友們 到時候也可以一起進場來感受一下 那麼立即風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見